这个夏天最不缺的就是喜剧了 这个暑期爆成功的喜剧有很多 比如徐征大作《我不是要神》 目前该片票房已经突破30万 此外沈腾新作西红柿首富 也已经顺利斩获超过20亿的豪华票房 超情怀的爱情公寓首映票房更是突破三亿 如此盛况也让我们看到了喜剧受欢迎程度之高 十至八月中旬 数七道的票房颜约上在 还有一部国产喜剧 想要抓住数七道的尾巴 它就是由吴梦达主演的《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 吴梦达身为喜剧之王周星驰的黄金大道 在内地的观众园一直不错 有人认为吴梦达离不开周星驰 其实不然 24年上映的《孝林小四》之《新乌龙院》 就是最好的证明 正如电影版《爱情公寓》吵情怀一样 这部《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的营销 小点依旧是情怀 甚至连该片官博都放出8月17日 该还吴梦达电影票了 这样的话 也许是看到暑期当票房竞争太过激烈 这部达书回归之作已在调档 终于制片方确定该片将在明天准时上映 不过官博的人气实在让人不忍之事 用八个字形容《新乌龙院》 官博就是无人问津和水就横行 这是昨天下午官博放出的购票文案 按理说这样的文案电赞 转发和评论都可以上百 甚至上千上万 可小编发现该让他 只有不到一百个点赞 评论和转发 而且这些数据几乎全部是 假的 转发 点赞和评论 的几乎全部是机器人 为什么说这些数据都是造假的呢 大家可以随意点开评论网友的主页 你会发现他们几乎在同一秒转发 评论 点赞的多个营销公案 这也说明了这些账号并不是普通用户 而是机器人 电影上未上映 官博的数据已经有了造假的迹象 这部新乌龙院 真的能名利双手吗 对于这部即将在明天上映的新片 有网友无奈道 连评论都是假的 我严重怀疑票房也是假的 看来这部新乌龙院 要毁了吴梦嘎的口碑 有网友疑惑道 喜剧演员那么多 为什么要请送小宝 我想看的是喜剧 是乌龙院 不是二人组合小品 还有网友侨侃道 估计是个烂片 看来朱严廷只能吃情怀饭了 到底是不是烂片 只有上映才知道 不过从预告片和官博动态来看 小编没有办法对这部新乌龙院 直笑闹江湖吃的观态度 你会去看这部有送小宝 参见的情怀大片吗